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 这是顶尖发型大师 Yu Jin的一个心得 Yu Jin 谢谢 我从小是比较喜欢画画 就是说有一张纸在我面前的话 我就拿了那个笔来画 我就跟我的家人讲说 我要学这个 室内设计 因为我对室内设计也蛮兴趣的 多了几个月就觉得好烦 因为你不喜欢的东西 我还要从头画起 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你是发型师了 因为你剪的不喜欢的话也没办法吗 剪了吗 也是可以这样子 那么你要成为一个比较 标准还是给顾客会信用你的话 不管你剪的好不好 都要耐到四个月六个月 对 可是这是好事吗 对啊 好事 对我来讲的话你剪这么好 剪六个月都不用剪了 那又没什么生意咯 对啊 对不对 这个老板的生意方面就是说 不够那个金钱进口袋嘛 艺术家的话就可以剪到六个月的话 你的收的那个价钱就可以提高一点 就是一百六十多块 你有吗 应该乘六啊 六个月啊 六个月吗 九十八成六 而且我也知道吧 很难 我也知道Ugen 他不介意他的员工在外面开店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呢 我是教导别人去怎么做一个好的理发师 不过他们也是要有一种创力上 可以做一个老板 嗯 嗯 做得到做不到是他们的路程 他不把他的技术占为己有 我相信这也是对你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对不对 你会碰见贵人 送每个贵人的话就给你一个机会 你到你收录了这么多的话 你不去分享的话 你觉得不公平啊 人家给了你 你一定要分出啊 现在我分享是给你们 那么你们可以去发展你们 呃 personality creativeness because 我们每个人都有 呃 our creativeness 对对对 不一样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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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